防疫新生活运动刺激台湾的国旅市场 也让越来越多民众有购车的需求 各大车厂就看准商机 推出目前最火烫的SUV车款 不只外观进化 现在连车体材质也大要紧 采用更高强度的膨刚 让安全性提高 而整个车体也变得比较轻盈 亮好色车身接近90度的弯道也能灵活回转 新一代的福特库卡即将上市 刚性结构也有新变化 这次库卡系列选用的是50%的刚性龙车结构 也就是说你在关门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它其实是更厚实更扎实的 所以其实它坐车起来更安全 抛开外装鸟龙型的白色车体 选用超高强度的膨刚 强度增加4倍 掀开铝合金的引擎盖 重量更轻还能抗腐蚀 而对手Toyota RAV4也不遑多让 白色主视觉水箱护照 号称是不败神车 拥有双AB的悬吊结构 山路过弯的侧倾稳定度也大幅提升 价格约在115万到130万左右 跟120万以内的福特库卡有得平 运用比较高刚性的钢材 降低车重就会对于操控性 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以及可以省油 火炬式车灯 钻石型水箱 开车过弯霸气外露 并市的GLA系列也掀起了 豪华小休旅车的战场 新一代的GLA 虽然它的车身短了1.4公分 但是它的轴距加长让车身更紧凑 所以我的腿部或是身体 它的空间其实更宽阔 打开后车厢 有435公升的大空间 座位也能前后滑一 售价178万元 底盘也利用拉杆强化刚性功能 加大旅圈直线冲刺更动感 价格大约在150万元的LAX UX 导入了高刚性的底盘 操控起来更敏捷 后悬吊的系统也增加过弯稳定度 我可能不需要开台这么大的国产车 也要花100万 不如我花100出头万可以买到豪华品牌 是给予消费者信心度是比较高的 各家业者端出压箱宝 要抢工车市的后疫情商机 东森台经新闻 宣游卓卓刘子腾台北报道 未完再次简log啦 艾薄的环碧 網友 vont 今 在 外台 前 мож 这 明 感谢观看